五一黃金洲即將來臨 澳門旅遊承載力問題再度引發社會關注 有議員認為政府目前處於被動狀態 對於遊客爆棚的現象處於碎片化管理 無法解決遊客和居民之間的矛盾 澳門旅遊承載力問題備受關注 去年澳門入境旅客已經超過3500萬人次 面對如此發展迅速 4000萬大關很有可能就會提前到來 五一黃金洲即將來臨 有立法會議員關注到政府對於現時旅遊承載力 仍然處於碎片化管理模式 並沒有在旅遊旺季到來之前 及時對市民及商戶給出正確人道 我覺得現在政府都是採取一個被動式 每一次來到人多的做一些人潮管理 最近我們都了解過一些商戶 5月1號已經快來了 但是政府部門還沒有對最近的一些商戶影響 去提出一些到時你們會有什麼措施 去做這方面的工作 意思是說商戶和居民其實都是處於一個被動的狀況 而有旅遊業界人士都關注到 去年遊客比例當中自由行旅客佔據60% 預計今年的旅客數量增長將會突破雙為數 而其中對於自由行旅客 還需要加強對各個口岸的建設 以及優化交通接駁設施做好分流工作 現在來說橫琴我剛才也說是會有一個交通不變 港珠澳大橋也相對來說也沒有這麼完善的交通 我相信隨著橫琴通關之後 我相信這個模式是會有所改變 政府其實也可以加大一些公交方面的協調 因為譬如像港珠澳大橋一樣 我們來來去其實也提了很多次 為何只有兩條巴士線呢 如果多些巴士線的話 那作為一些旅客 他可以方便來到澳門市區的話 我相信他們都會選擇不同的口岸入境澳門 同時胡警光也都表示 並不贊同徵收旅客稅是增加政府收入 以完善旅遊設施的講法 徵收旅客稅也都不批認對旅客乘載力的根本辦法 遊客和居民之間的矛盾如何減少 才是政府需要思考的問題 澳洲衛視記者寧希環梁家傑澳門報導